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 原先预定在G20会议期间的12月1号 也就是今天进行会面 但是因为11月25日时 发生的俄罗斯动用武力扣押三艘 驶入俄罗斯临时封闭海域的乌克兰海军船之事件 使得川普宣布取消本次的会面 随着G20峰会的展开 美俄双方也针对会晤仪式进行了说明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在11月30日在阿根廷首都布伊诺斯艾利斯表示 俄罗斯方面对于川普取消与普京在G20峰会期间的会晤表达遗憾 但是普京已经准备好了与川普进行新的接触 虽然在G20峰会期间 川普以及普京两人似乎没有了会面的机会 但是双方都表示互相的欢迎 但俄罗斯当局仍然在周五时表示 普京总统将会在阿根廷首都布伊诺斯艾利斯 举行的G20峰会上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简短的会晤 美国方面在周四川普申布取消在G20峰会与普京的会谈过后 有白宫的官员针对俄罗斯周五提出的会面消息 回应表示道 没有安排会晤 这一个说法代表着双方即兴会晤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本次川普临时的取消与俄罗斯会晤 也遭到质疑是否与通俄门有所关联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针对此事回应道 取消会议的原因是因为乌克兰的问题 通俄门的相关案件已经在持续的调查当中 希望能够尽快地解决问题 重启有效的会谈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看到 在G20峰会期间 美国以及俄罗斯是否仍然有机会进行新的接触 明镜电视记者李倩瑜整理报道 明镜电视记者 李倩瑜整理报道